另外在东山新行政中心是预计在6月8号落成 而使用了50多年的旧办公厅社 公所经过防证检测 结果确定还能够是使用的 因此也决定要出租活化 增加公所的收益 赤资9000万的东山新的行政中心 预计在6月8号落成启用 包括公所以及乡民代表会都将签入 而遗留下来民国50年修建的旧的办公厅社 公所经过耐证公安的检测 结果为勘用 因此公所决定来出租活化 除了增加公所的收入 也有助于东山市区的繁荣发展 整个办公厅 我们也准备我们的防证的测试会 检定 这个建立部目前还可以还是勘用 我们也规划来活化 这个旧的行政的行公所 把他规划要再国画起来 看目前有好几个来接车 他们都要做友善的利用 我们是乐观其成 东山厢公所旧的办公厅设建坪 共有650平为两层楼的建筑物 公所拟出租作为有机市集或是大型的餐厅 也有业者有意愿来承租 东山厢没有一个很大型的餐厅 还有一些有机市集 这个都有在接洽 希望把这个地方旧的相公所再活化起来 不要再关在这边养蚊子这样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